這個歐洲聯盟 我們剛剛講 它是一個 比較強的這個經濟整合體 它在這個外交方面非常弱 所以說呢 它跟美國之間 確實產生了一些 譬如說有關於貿易的問題 在這個貿易的問題 這一部分 這個拜登前兩天才說了 美歐之間的相關的貿易糾紛 我們暫時的停擺四個月 這個就是這個拜登這邊 他對於歐盟一個善意的表達 那這表示說這個雙方之間 我們要重啟對話 因為前一陣子就被川普 搞得這個雙方之間 可以說是關係跌入谷底 這個歐洲人給川普搞得真的是 一個頭兩個大 他覺得說川普根本就亂七八糟 讓他們這邊覺得難以招架 怎麼美國出一個這種領導人 那現在的這個情況呢 就是說因為原本這個川普 他一直給歐洲很大的壓力 給歐洲聯盟 他說你們這邊 這個有關於這個 我們雙方之間的這個貿易談判 叫做TTIP 他不跟你玩啊不談啊 就原本他們都雙方要談的 這個就是在貿易 還有在投資方面的一個雙邊的這個協議 原本談談談談談 結果談到川普一上台不談 川普因為他討厭多邊協議 他喜歡跟你來單邊的啊 比如說美國跟德國 美國跟法國 美國跟英國 可是你美國跟歐盟 他就覺得這個歐盟實力比較大 談判籌碼比較多 所以他反對 他不願意跟你談 可是現在拜登上來了 他又說我在這一塊呢 我要從時就好 意思就是我要把以往 川普不談的東西呢 我重新抬回來 重新拿回來 我們再來看一看 來重新整頓一下 所以說在這個貿易這一塊啊 現在的這個問題 還好像慢慢慢慢 有一些可以解決雙邊糾紛的這個眉目了 另外這個貿易問題還有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國家補貼的問題 你說美國這個是資本主義國家 他怎麼來補貼 他有補貼啊 你不要以為他完全都是這個私人企業 雖然他多半都是私人企業 可是他看到這個要跟外國競爭啊 所以說他偷偷摸摸的 他也來給補貼 補貼給誰 波音公司 用你想想看我們看台灣的這個 這個機隊啊 不管是長榮的也好 不管是華郎的也好 他就兩大塊 一塊是波音的 另外一塊呢 就是歐洲的空中巴士 這兩個大的這個飛機製造公司啊 可以說是掌握全球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 這個飛機製造 那這個在歐洲這塊呢 所謂的空中巴士啊 Airbus 同樣的也受到國家補貼 因為這個是一個啊 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啦 什麼等等 這些國家他共同創造的一個 這個啊 國家聯合的一個大的公司 那可是呢 其他這些相關的國家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補貼 好了 那結果呢 這兩大公司啊 互看不順眼 就告到WTO去了 他說你看你們補貼 結果反過來人家也講說 你還不照樣你也補貼 就兩個打官司 所以現在拜登的立場是說 這些官司啊 咱們就不要再繼續了 我們重修就好 那所以說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美歐之間重新啟動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契機 這個是在這個貿易這塊 那在氣候這塊呢 在氣候這塊呢 那大家也要來 大家來相互談判 所以談判的意思就是 比如說碳中和啊 包括這個所謂的這個碳的 這個排放量 到底有多大 然後呢 大家坐下來啊 我們來這個協商來談判 可是呢這個問題呢 也牽涉的非常非常廣 為什麼 因為川普在他任內 他說這個氣候議題是假議題 他不玩 他根本退出了 他退出了 那現在呢 拜登又重新把這個議題要撕回來 他說 咱們 美歐之間 我們還是要重新談判 尤其在四月份啊 就是下個月 他這個拜登這邊啊 這個還不是拜登這邊啊 就是全世界的這個氣候會議 他要 要舉行 那拜登呢 他當然他要在這個舉行之前呢 他要立威 那所以說呢 他就跟這個歐洲國家啊 講好了 他說咱們啊 這個問題呢 咱們要好好的談判一下啊 當然這個問題 現在是不是會 鬧僵 是不是會談崩 還不知道啊 所以說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中國 就是我剛講了 就是美國跟歐洲之間 對於中國的不同的態度與立場啊 最明顯的就是去年年底 歐盟跟中國所簽訂的 這個叫做全面性投資協定 全面性投資協定 在這個簽約的 不是還居然沒有簽訂啊 這個叫做談定啊 談好了 大概還要到明年 大概到明年上半年啊 才能夠真正的簽訂 那時候那個時間非常緊急啊 那個時候是因為梅克爾 他擔任這個歐洲聯盟的輪值主席 所以說他是全力啊 推動 就使得這個案子呢 跟中方呢 配合得很好 所以說這個時候談定了 但談定呢是在他的這個 輪值主席任內的大概最後兩天啊 所以說時間也是非常緊迫的啊 那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 歐洲聯盟的國家 當然是由德國領導的啊 他就覺得說 我們在經貿這一塊 中國的龐大市場 我們絕對不能放會 啊 放會 那所以說呢 在這種情況啊 那這個歐洲國家呢 是說 這裡我們必須要 把這個市場 要把它穩定住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去年啊 雖然這個疫情肆虐 可是全球各大這個企業 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啊 的金額啊 居世界之冠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說大家都要 在中國市場中分一杯羹 那你說這個重要 那你說這個重要 當然重要 好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 到底你對中國是什麼態度 因為 現在歐洲人啊 等一下我要仔細講了 就是說 他對於這個拜登的 中國政策啊 他產生一個 懷疑的態度 什麼懷疑的態度呢 就是說第一個 你的拜登的這個中國政策 好像你跟川普 沒什麼差別啊 有些地方你還做的比較多啊 所以說他搞不清楚了 到底你這個是想要核 還是想要戰 所謂戰就是貿易戰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慮 第二個疑慮就更大了 第二個疑慮是什麼呢 就是 哎 川普會不會回鍋啊 因為川普前兩天才講啊 他說我2024 我現在要 要積極的佈局啊 而且 美國的 就是川普所屬的這個 共和黨裡面啊 川普的支持度啊 非常非常的高啊 想像不到了高啊 百分之六七十啊 七八十啊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歐洲人一看 哎呦 搞不好你這個拜登 我們四年合作了以後呢 結果川普又回來了 造成二度傷害 那還得了 所以歐洲人始終覺得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美方啊 他確實 是有一些疑慮的 而且這個疑慮呢 還相當的深 那所以說呢 在這個對於中國問題上面 雙方之間呢 確實還有一些這個旗艦 必須要大家一起來談 那所以說呢 在這裡呢 我剛講了 拜登在這個貿易上面說 咱們這個修兵 咱們開始從這個對抗轉為談判 那是不是這個 就對於歐洲聯盟 對於中國的這個態度 有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就還得要繼續觀察 還有一個呢 就是北溪二號 北溪二號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這個北溪二號的這個重要性啊 對於歐洲 尤其是西歐國家的能源供給啊 那可以說是 有非常非常高的價值 為什麼呢 就是以前的蘇聯 跟現在的俄羅斯 他們要賣它的這個能源 其中包括石油跟天然氣 要賣給歐洲國家 尤其是賣給西歐國家 它的油管 氣管 都要經過東歐 因為走陸地啊 都要經過東歐 那有些時候呢 蘇聯或是現在的俄羅斯呢 他跟這些東歐國家啊 搞矛盾 所以搞矛盾了以後呢 蘇聯呢 或者現在的俄羅斯呢 他就說我禁運 比如說跟這個烏克蘭 好了 這個一禁運以後呢 那不但是影響到烏克蘭 同時還影響到烏克蘭 以西的這些西歐國家 所以這個西歐國家就覺得說 這個事不穩當 所以呢 他們就覺得應該要跟這個 現在的普丁 我們要商量建立一條油管 而這個油管呢 是跨過了東歐國家 是直接從北海 從波羅的海 從北海 從這邊呢 直接進到德國來 那這樣子的話 你進到德國了以後 那就可以進到這個西歐國家 而不會受到東歐國家的影響 可是在川普時期 他對於這個油管呢 就非常感冒 他覺得這樣子的話 你們德國以及還有很多西歐的國家呢 對於蘇聯的能源依賴就會增加 所以說川普呢 他不但是阻止 同時呢 他還制裁 制裁誰呢 制裁那些建築商 就在建築這個油管的建築商 那你說這個問題嚴不嚴重 因為這個油管已經建了大概90%了 還剩最後一小段了 就快要建成了 快要結束了 可是 川普 積極反對 那現在拜登上來了 這個問題呢 就一直都還沒有解 這裡面又牽涉一個什麼問題 又牽涉到了 因為拜登始終把 俄羅斯當成他最大的敵人 那你說拜登會支持這個北極二號嗎 再加上俄羅斯現在的普丁 他又對於他的這個異異分子 加以打擊 然後呢 又把他這個繩之以法 那在這個人權的這個部分啊 這個俄羅斯 尤其是這個普丁啊 好像這個陳吉丹 在看在歐洲人眼裡啊 並不是 不但是不及格 可能離不及格 可能還要 差上一段很大的距離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你說 這個北極二號 是不是要繼續 那現在看起來 這裡頭好像 在那邊飄蕩 到底是要繼續還是不要繼續 這個拜登這邊呢 他也並沒有講得這麼清楚 就是說咱們來進行談判 那所以說這個談判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這個艱辛的 那到底是要怎麼走 我們還得要繼續的來觀察